以此看似平常的孕产,却生出一对让人目瞪口呆的孩子。 究竟怀孕时发生了什么,才造成如此奇怪的连体? 要将叛牌,又将面对哪些难以想象的难关? 揭示身体的奥秘,见证惊心动魄的生命抢救之旅。 健康之路,记得请收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。 健康之路,医生天天来帮助。 很多要生育孩子的父母总觉得要是能生双胞胎,这确实是一件好事。 实际上,怀双胞胎的妈妈会比怀单胎遇到更多的风险。 有研究显示,怀双胞胎的妈妈,她有一半左右会发生早产。 其实除了早产之外,还会有其他的很多的情况,比如说,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,来看看他们遭遇到了什么。 2009年7月的一天,湖北省云梦县道桥镇卫生院的手术室里,医生们正在进行抛妇产手术,准备迎接一对双胞胎宝宝的到来。 躺在手术台上的这位年轻妈妈叫杨伟,虽然被注射了麻醉药,没有疼痛感,但杨伟仍能清楚地感觉到,医生们似乎从自己的肚子里取出了什么。 然而,就在这时,杨伟突然感觉到了一丝异常,医生们的动作似乎全停了下来,并且开始窃窃私欲。 杨伟感觉到,医生们似乎正在议论什么,但又不想让自己听见。 正当他感到纳闷时,他发现,有一位医生抱着一个布包,匆匆走出了手术室。 一直到手术结束,杨伟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双胞胎宝宝。 没有给我看,不对劲啊。 此时的杨伟,心中有太多的疑问,为什么医生们不给自己看宝宝呢? 究竟两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? 然而,无论怎么问医生,杨伟发现所有人都言辞闪烁,没有人告诉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杨伟再也顾不上伤口的疼痛,他把婆婆叫了进来,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然而,婆婆也支支吾吾不愿说出实情。 一听说自己的双胞胎孩子居然长在了一起, 杨伟一下惊呆了,他坚持要婆婆把孩子抱过来给自己看,而一看到孩子,杨伟彻底崩溃了。 杨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自己生出来的两个孩子肚子以下全连在一起, 只有一个肛门,脚背挤到两根,甚至连医生都没办法分辨这两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。 我盼个杰伯儿媳妇,前两个孙子,孙女儿总会像这样的, 我说别人的脏胞胎多好,我总是不服这个责,我说这个老天爷不公平。 究竟为什么两个孩子会这样连在一起呢? 究竟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? 像那奶奶说的,难道是老天爷对我们不公平吗? 我们今天在眼眸社会,您请到的是来自于武汉协和医院小儿外科的主任, 汤少涛教授。 汤少,您好。 这两个孩子的连接很奇怪,就像我们说的,好像是屁股这个地方,臀部连在一起。 对,在医学上是怎么讲的? 这也是所谓连体的一种,我们在医学上讲的坐骨连体。 坐骨? 坐骨连体。 就是坐着的这个。 对,两个屁股连在一起。 为什么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发育的时候会变成这样连在一起? 它们是怎么长在一起的? 我给你举个例子。 好。 我用两个相评,你给你做一下这个,打个比方。 就是我们,假设这是一个瘦精卵。 这是一个小蝌蚪,油进去了,然后就成了瘦精卵了。 变成瘦精卵了。 我们每个人都从一个瘦精卵开始的。 那么这个连体肩儿呢,它非常罕见,都是从一个瘦精卵开始的。 那么它就分裂。 正常的孩子呢,应该是说在他妈妈怀孕两周左右的时候, 那么这个瘦精卵就分开了。 就变成我们所说的那种正常的双胞胎。 但我们天中的这个连体肴儿呢,它是这样。 它的瘦精卵呢,也是一个单瘦精卵。 那么它在分裂的时候呢,在两个地方。 它也在分裂。 分裂分裂分裂呢。 但是它呢,就没有完全分裂出来。 我们看,它有身体的某个部分在连接着。 那么然后呢,虽然这儿在连接着了。 那么它其他分裂好的地方呢,也在继续发育。 这儿长了脑袋,长了手,也在长。 到最后呢,其他部分完全都成了这个孩子的这种形状。 只有中间相连的部分还连在一起。 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连体婴儿。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要解决一个问题。 到底是准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? 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,使得这两个宝宝没有分开呢? 从您的经验来分析一下。 国外层里有研究,这个连体婴儿啊,多半是这些月经不规则啊。 或者捷径前以前生的小孩子啊,再加上那个月经呢,有长有短,有的很长。 这个造成了发病率很高。 中间的本身有点问题。 就是经期不规律的。 不规律的,月经期比较长。 再就是这个,在捷径期以前。 在捷径期以前,就是快到更年期了,年人比较大一点。 高龄产妇。 因为他男子的质量不好,所以他就容易犯病。 还有外界有没有一些什么因素? 比如说人家也是年,你看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,正当年啊,会出现这个情况。 为什么? 除了这个之外,就是外界的因素对的影响是非常明显。 比如说有什么? 刚才讲了,你两个星期,两周的时间就应该分开,你没有分开,肯定受到这种影响。 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环境的污染,比如说我们的高温,我们的这个农药,噪音,再还有放射线。 现在日本正在发生这个地震,这个核电站也爆炸了。 这种污染对胚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装修的有些东西,比如说本啊什么之类的,对胚胎也会有影响。 有影响,比如你这个甲醛,本类,在装修还有一些天然的大理石,里面有很多放射线。 大理石啊? 对,天然大理石。 对,天然大理石,它里面有多种放射线。 这种放射线我们人物也看不到,它其实对胚胎是影响非常大的。 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装修的这个新房子以外,像这一对他们家是装修房子还是? 他家这个妈妈这个怀毛毛的时候,怀小孩子的时候就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面,地下室它有什么不好呢? 一个是这个空气不流通,比较潮湿。 在另外一个这个地下室也是别人刚刚挖出来的地下室,里面也跟这个新装业的房子非常类似,所以它就容易受到这些干扰,污染。 哦,所以啊,我们说呢,这个怀孕的准妈妈呢,在怀孕的两周到四周,其实在三个月之内,总一定要注意这些风险,规避这些不利的因素。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原因,那么刚才看到的这个孩子,咱现在说回到这个故事里。 这孩子确实让人看着很心疼,刚才了解了大概是什么,大概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,但是这个确实让人看着心里很难受,那么现在在医院出生了,接下来该怎么办呢? 我们的医生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他们呢? 咱们接着往下看。 两个小宝宝的出生,让这个平常农家一下变得风雨飘摇。 两个孩子越长越大,不仅脚越挤越畸形,并且连接处会反复感染。 肠子以往肯定危及生命,但如果给他们实施分离手术风险极大。 此前国内没有两个做过连体孩子分离手术后都能活下来的先例,孩子们面临几大生死难关。 首先摆在医生们面前的难题就是,两个孩子一旦分离,那原来连接的地方就会像两个眉底的螺框一样,腹腔里的器官都将裸露在外,必须得用孩子自己的皮肤来兜住这个窗口。 可孩子现在的皮肤根本不够用。 除了连接处皮肤不够用,更让医生们投诉的是,两个宝宝坐骨相连,身体里的器官是共用的。 如果做分离手术,那意味着共用的器官只能给其中一个孩子。 两个同样可爱乖巧的孩子也许只能保一个,那究竟保谁? 两个宝宝都是父母的心头宝,他们根本没办法,也不忍心做出选择。 来手术时,医生们必须做出选择,把共用器官给其中一个孩子,究竟又该给谁呢? 同时,医生们还特别担心的是,孩子还这么小,而分离手术得将连接处完全切开。 窗口很大,势必引起出血,湿血一多,就会引发生命危险。 这么长的时间,在你们做手术,它的出血量不能超过这一倍。 如果超过达了这一倍的出血量的话,效果可能成功效果,也就是有生命危险。 面对窗口皮肤不够,共用器官分离,出血这三大难关,医生们又该如何闯关? 我记了一下,三大难关叫创口皮肤不够,器官共用,还有出血三大难关。 首先,创口或者刀口皮肤不够,怎么理解呢? 是这样子,连铁要分开,你看两个小孩子连在一起。 如果我们在中间直接把它劈开的话,大家一看,看见没有,就说这都没有皮肤了。 就像我们的箩筐没底子一样的,那么我们的场关都漏下去了。 所以就给你们提了个难题,得先让它们长皮肤。 我们想了两种办法,第一个,我们就是让这个皮肤变松。 松呢,我们怎么变松呢? 我们就是做了一种折叠操,折叠操。 就是这样子,你看这个小孩子,这是一个模拟的,这个折叠操。 这个小孩子比向着连着,那么我们就像这样折叠,向前折叠,向后折叠。 折叠的目的是什么? 就是让这个皮肤变松,就像我们这个关节一样的。 变松了以后,你分开以后,这个皮肤才能往下拉。 这个小孩子是做折叠操。 第一次做折叠操的时候,两个小孩子免得你去看。 就像这个小孩子,怎么对面有过跟我一样的一个小孩子。 两个小孩子非常兴奋。 甚至用舌头去舔对方。 所以这两个孩子就跟照镜子似的。 对,对,对。 他特别好奇。 他特别高兴,看到我自己了。 那么我们做折叠操以后,就把这个皮肤很松。 很松到什么程度里,我们一个手, 像这一喀下去之后,两个手可以粘在一起。 就很松了。 那么松的时候,你还担心它不够。 我们做了一个ZG切口。 ZG切口大家看到,看到这个ZG切口。 这个ZG切口尖单就比较长了。 看到没有? 这边的尖单就给这个小孩子。 那么这个尖单就给这个小孩子。 像后包住的皮肤。 像包住的长度就非常够。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皮肤很松。 所以它这个宽度就没什么问题了。 是这样的分开? 然后就包下去。 就这样的。 浑然一体。 这是解决了皮肤的问题。 那么第二个,你刚刚讲到说器官的共用。 你得去选择到底这个器官只有一个。 这分给谁?怎么分? 是这样的。 因为这个小孩子的器官设计了很多东西。 很多系统。 像我们的消化系统。 直上肛门的问题。 像那个泌尿系统。 就是有塑料管。 旁观的问题。 还有这个, 甚至道的问题。 在手指之前, 我们也预案。 根据手指中的解剖。 如果说哪个发育的好一些, 就分给那个好一点的小孩子。 保全一个。 就是只能, 是怎么讲就是。 这样就是说你保全一个的话, 就至少一个小孩的功能是比较好的。 甚至可以达到正常人。 另外一个小孩进行重建。 重建它今后一旦实现, 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功能。 所以, 这其实依赖的还是孩子自己。 对。 他在妈妈的胚胎里面发育的, 如果靠近他的这边更好一些的话, 他可能将来。 所以也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原则。 是这样的。 刚才我在片子里面看到, 您也特别强调了一个, 拿了一些小纸杯。 对。 你拿那小纸杯说那出血量。 我当时觉得特别好奇, 这么大的一个手术。 这个怎么控制了? 唐医生。 那么大的伤口, 怎么能保证出那么点血? 你们怎么做到? 这个我们想的预案。 第一个, 我们这么多的医生, 每一组的医生, 第一个要强调这个手术要快。 你们也是接了一棒。 对。 一棒接一棒。 一棒接一棒。 30多名医护员, 它不会是同时上去的。 第一种医生上来以后, 我们就分成不同的组。 比如说你这个命令道的分离, 分离完了以后。 那么第一个要快。 第二个要准。 那么快的目的就是为了速断手术时间。 准的目的就是减少组织的成长, 减少粗织。 我们在手术之前, 也做过三、四次这样的演练。 还要做演练? 要做演练。 就是协调好。 专家之间, 平时单打斗都没有问题。 但是跟其他家众配合的时候, 一定要协调。 不光说你做得好, 要跟大家一起协调做得好。 这场历时了13个小时, 倾全院之力来进行了一次拯救生命的行动。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医疗现场全接触, 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。 早上八点半, 杨伟夫妇万分不舍地将两个女儿推到手术室门口。 与此同时, 在武汉市协和医院最大的手术室里, 八个科室的主任和医生护士三十多人全以整装待命。 由于此前, 国内还没有做骨连体婴儿分离手术后两个都从活的先例, 医生们将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首先上场的是麻醉科。 给这样特别的两个宝宝注射麻药, 剂量也特别小心。 这科跟存在的两种, 这个两个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。 麻醉药是一种剧作药, 你用的不好, 别人肯定就危机生命。 精心计算过的麻醉药, 一点点被注入两个孩子体内。 两个小宝宝终于按预定时间进入麻醉状态。 接下来, 整形科医生小心地按视线设计的肺子形, 分割开两个孩子的皮肤。 打开腹枪后, 医生们突然发现, 连体宝宝体内的情况远比预期的困难。 两个宝宝的一些器官不仅是共用的, 甚至有些器官还是交错生长的。 两个连体宝宝的密尿系统将或交错, 这就给分离手术带来非常大的困难。 大家小心地把两个宝宝长到对方身体内的器官, 击毁自己的体内。 医生们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取舍。 他们把两个宝宝共用的一些器官给了相对身体条件更好的姐姐。 两个孩子长在一起的盆骨也切裁了。 长在一起129天后, 两个宝宝终于成功分离了。 而接下来的情况, 让大家都特别欣喜。 两个孩子背脊变形的腿, 在骨科医生的努力下终于脚重过来。 从这个傍晚以后变成一个环形, 变成环形之后, 就把这两个腿子从两边就拉到中间来了。 拉到中间来了, 拉到中间来了, 这个小孩子这个腿子今后能够保存正常的形状。 穿过一关又一关, 两个孩子的手术终于接近尾声。 而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, 分离手术进行了整整14个小时。 随后, 两个宝宝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。 医生们也第一时间把宝宝成功分离的消息告诉给大家。 一听说两个小孩子已经成功分离, 被送进了监护病房。 羊羽他们一口气就冲上了七楼的重症监护病房。 手术两天后, 两个宝宝都醒了过来。 半个月后, 成功分离的小姐妹出院了。 一个车推进去, 两个车推出来。 目前像这么多年级, 两个小孩都能像这样活下来, 就这一年。 这是医学和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创造的奇迹。 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, 还有很多是您想了解的。 所以您想知道我来问,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快速问答的环节。 请问, 怀孕期间哪些外界的干扰会导致胎儿出现畸形呢? 这些包括一个是大气的污染, 就包括我们的高温, 浓药, 放射线等的污染。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妈妈在怀孕期间感冒, 还有我们父亲的抽烟喝酒, 对这都有一定的影响。 请问, 孕检一定能查出胎儿是连体吗? 可以查出来, 但是一定要在大的医院, 设备比较好的医生经验比较丰富的医院去做检查。 请问, 一般怀孕第几周孕检能够查出孩子是否有畸形? 一般在怀孕后13周以后就可以查出来, 但到20周以后就能够很清楚地变运这个结构结构了。 请问, 父母的身体不好是否这个孩子就更容易得病呢? 是这样子的。 请问, 孕妇看电视对于胎儿有没有影响? 长时间看电视应该有影响。 请问, 很多人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让自己来生双胞胎, 这些方法有危险吗? 有危险。 请问, 怀孕期间是不是不能吃药呢? 最好是不要吃药。 请问, 连人体婴儿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? 一个是基因突变, 再一个是外界环境婴色的干扰。 请问, 如果父母有遗传性的疾病, 那么在怀孕之前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? 怀孕期间做染学体检查, 做一些遗传的知识。 感谢她一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, 我们也一起祝愿这一对姊妹花, 她们今后的生活能够健康幸福。 感谢您收看, 希望您继续关注科小频道。 接下来我们下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